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主过去这几个礼拜教会在传讲医治释放的信息 那有不少弟兄姊妹也真的祷告经历到很多身心里的医治 还有关系的恢复 特别我知道有一个姊妹她的爸爸因为在过去这段时间 心脏得到医治 她就决定要受洗 今天就在心脏真理堂受洗 成为上帝的儿女 所以我们要知道医治释放是上帝给我们 很大很大的天国的一个福音的恩典 那我们今天要继续从约翰福音第五章 耶稣医治一个生了38年的病人 以及约翰福音第九章 耶稣医治一个生来下来的人 这两段经文来看医治释放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认罪 认罪是医治释放不可少的一个步骤 为什么 为什么认罪那么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清楚 知道认罪跟医治释放的关系 我们自己才可以得帮助 也可以在面对医治释放的侍奉 可以得以突破 那我们今天先来谈这个 罪跟疾病的一个关系 因为福音第五章1到14节 它们记载说一个在耶路撒冷的水池旁 那有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得到医治 所以有很多人期望他那边到那个地方得到医治 病得医治是很正常的 但是在那里 渴望得到医治是很正常的心理 但是在那里有一个生了38年病的一个病人 耶稣看到他说你要痊愈吗 他居然没有回答他要不要痊愈 为什么 为什么他会没有回答 他反而是讲说 这个没有人把我放在这个水池里 当我要去的时候就有人逼我先下去 他到底在反应什么 我们从第14节 耶稣对这个医好的人说 你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显然他这个疾病 他生了38年的疾病 跟一件事情有关 就是跟他的罪是有关系的 但是在约翰福音第9章1到3节 我们又看到耶稣的门徒遇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他就问耶稣说 夫子 这个人的生来瞎眼 到底是他犯了罪呢 还是他的爸爸妈犯了罪 门徒有这样子的疑问 其实是反映长期以来 犹太人对病跟罪的看法 他们认为说一个生来瞎就有病的人 一定是这个人犯了罪 犯了这个罪 不然就是他们爸爸妈犯了这个罪 也就是说这个罪一定是跟那个罪 会造成这个疾病一定是有关系的 但是耶稣说 都不是 不是他爸爸 也不是他妈妈 也不是他自己 而是要在这一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 显然耶稣关心的 还不是说这个人犯罪 以至于投这个疾病 还不是这个问题 耶稣最关心的是 当人有了身体的疾病的时候 我要怎么来医治他 耶稣关心的是 当人生病的时候 他需要的 他所面对的这痛苦 怎么样得到解决 所以耶稣来就主动的医治他 所以这里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个信息 就是圣经没有明白讲说 身体上的这个疾病 一定就跟这个罪是有关系的 的确圣经并没有讲说 你因为有这个病 所以是因为你有这个罪而产生的 圣经没有这样讲 但是从创世纪第三章 以后罪进入人对的世界 也就是说我们让仇敌 进来到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的世界当中 我们离开了上帝的同在跟保护 疾病跟很多痛苦 就跟着进来 也就是说我们就是活在一个 受伤不健康的一个世界环境里面 不是说你犯这个罪 你才会得罪 而是你就是活在一个 会让你犯罪痛苦的一个世界里头 所以所有的疾病都跟罪分不开 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一到五节 耶稣也告诉众人说 当有人问说 是不是这个被比达多杀死的人 或者是这些被倒塌 压死人 这些人比我们 这个人 这些人是比达有罪的 耶稣说不是 不是说这些人比达有罪 所以他们会受到审判 都不是 重点是 每一个人都有罪 罪是普遍的 没有人能够信免的 你我都有罪 当然有些人真的是因为犯了这个罪 而导致他有这样的疾病 就像这个摊子的状况一样 人人都有罪 人人都有病 问题是 我们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懂得怎么样子正确去看待 正确处理罪跟病的关系 关于这一点 我跟美竹 我们有一个很深的体验 就是我们面对长期 我们面对生病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状况 就是 病一直都没有好 久了久之 你就会 放大那个疾病的困难 然后自己的信心就越来越小 然后呢 到最后小到什么 你不知道上帝在哪里 你不知道上帝在有没有祷告 我女儿很小的时候 她就会呼吸到经常过敏 那有一天有个教会的姊妹 那时候我们在中南部 她就跑来问美竹说 为什么你们女儿身体这么差 一天到晚都还生病 一个做妈妈的 已经尽心结力在照顾孩子 结果 自己都已经很难过了 还被这样讲 心里好挫折 好挫折 所以她就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 可是 她越祷告就越挫折 是因为她一直把焦点 放在什么 放在孩子 为什么还不得到医治的问题上面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会有时候 遇到疾病的时候 我们会放大疾病的困难 因为我们想要得医治 我们自然会有这种心情 但是你越祷告 越没有尽心的时候 因为你把你的信心放在 病有没有得到医治的结果 以至于呢 你就会让这个病 来影响你对上帝的信心 所以就越祷告 就越什么 越没信心 因为看不到孩子好起来 越看不到孩子好起来 渐渐的就是对上帝 自己的信心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如果我们在面对疾病 一直把焦点放在疾病身上 而不知道说 原来我们的焦点 应该是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 我们就会失去信心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我们受到罪的影响 这个世界普遍都是受到罪的 环境的影响 所以我们就很自然 就会以自己的期待 想要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满足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们感谢主 后来当美族跟神祷告说 你为什么不赶快医治我的孩子 为什么我的孩子这么痛苦的时候 他就发现上帝给他 那个光照说 美族你为什么一直焦点 放在困难上面 人就是会把问题 放在困难上面 不是吗 所以这个时候上帝就提醒他 光照他说 原来你应该把焦点 放在谁的身上 放在神的身上 怎么样放在神的身上呢 说是简单 做起来很难 所以那时候神就告诉他说 你要带着你 还是每天在家里赞美感谢 他们就每天唱着诗歌 赞美感谢 因着这样敬拜赞美感谢 整个家庭的气氛就开始改变了 喜乐的心是什么 良药 当心里面有喜乐 上帝有主的时候 慢慢慢慢地 我们就不再焦虑了 我们就慢慢发现 仇敌这个疾病 不是最大的问题 原来上帝才是我们最深的依靠 从这件事情 我们很深地明白一件事情 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个罪恶的 不健康的时代 你我都会生病的 只是说你生病 不一定是因为你犯这个罪恶造成的 而是整个环境就会生病 所以我们就会生病 但是我们在面对生病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去面对我们的罪信 以至于我们不要失去了 原本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 疾病不是上帝的心意 疾病从来不是上帝的心意 上帝没有说 故意要让你生病 让你好像更属灵一点 苦难不是上帝的心意 但是你要知道 上帝要医治我们 拯救我们 面对苦难的时候 你要知道 医治有时候是一个奥秘 是出于上帝的主权 上帝的怜悯 这是我们过去这个礼拜 一直在教导传讲的 但是在这里 我们从耶稣跟这个 病了38年的对话过程当中 还要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上帝会 按着祂的主权跟怜悯 医治病人 但是上帝在医治病人里面 还有一个更深的心意 就是要我们去面对 我们生命中更深层的问题 就是长期以来的罪 当耶稣问这个病了38年的人说 你要好吗 他没有回答 他只是说 我已经习惯了 我习惯这个病了 一个人一旦习惯这个病 其实还不是习惯这个病 而是他习惯这个病背后的根源 上耶稣来 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有无条件 爱我们接纳我们的上帝 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让我们 无条件地接纳我们自己 是一个病人 耶稣从来没有要我们去 对罪和平共处 罪你必须要去处理他 所以耶稣他来 他要医治他的疾病 耶稣主动医治他 这个人没有求耶 耶稣医治他 他也没有求 他要罪得赦免也没有 可是耶稣来医治他 甚至耶稣来告诉他 病只是一个结果而已 真正的根源就是你一直在犯罪 你一直在犯罪 所以你才会病得这么久 所以耶稣要他完全脱离这个疾病的痛苦 耶稣就要他完全脱离这个罪的捆绑 所以耶稣最后对他讲说 你已经好了 不要再什么 犯罪了 不然你的情况会比现在更严重 所以你要知道耶稣他来 他来就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他要帮助我们 救我们脱离罪的黑暗的权势 耶稣有完全涉罪的权柄 也有医治的能力跟权柄 不单是这样子 我们再从耶稣医好这个圣来下来的人 之后他跟那个法利赛人的对话 我们再发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虽然我们知道说罪是普遍性的 但是要一个罪人承认自己有罪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没有那么简单 这些法利赛人明明他们看见 他们也知道 这个耶稣医好了这个身来下来的人 铁证如山 但他们是睁眼说瞎话 他觉得重点不是他得医治 重点是耶稣为非常的安息日 他们也不是不知道 耶稣医好了这个身 这个病了38年的这个病人 他们通通知道 但是他们呢 他们心硬 他们纯心就是拒绝耶稣 不相信耶稣 这些自以为看得见的人 其实他们看见了吗 他们眼睛看见 可是他们心里面却又没有看见 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盲点 不信就是不信 所以耶稣才会对他说 你们说你们能看见 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明明看见了 却不相信 从这些事情 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信息 就是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人 真的是罪人 你要从心里知道 我们真的是一个罪人 这个罪人最大的盲点 就是我们这个人是自意的人 我们常常自以为是 自以为意 总是看见别人的问题 就看不见自己的问题 所以自以为没有罪 甚至别人指出你的罪 你还说没有 不承认 所以要自意的人 承认自己有罪 比登天还难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另外一个事情 耶稣来 要解决 不只是我们疾病的问题 耶稣来是要解决我们 更根本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 因为罪如果没有得到 真正的意志释放 疾病会不断地继续找上你 罪不只带来身体上的一个疾病 我们都知道罪也会带来 情绪 关系 心理上的一个疾病 破坏了跟神 跟人 跟自己 甚至跟自然界的所有和谐的关系 今天很多都是夫妻关系 亲子关系 他们之所以会发生不断的冲突 还不是差异的问题 不是个性的问题 基本上都是因为罪没有去处理的问题 自以为义 自我为中心 没有处理 所以冲突不断 今天如果有人伤害你 你不选择饶恕 你内心充满了怨恨 苦毒不去处理 你就会渐渐失去一个 上帝要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就是喜乐 甚至有人长期以来 因为不愿意去面对 饶恕这些问题 整个人扭曲 整个人脸都会扭曲到变形 有人恶喜不愿意一直处理 喜欢在罪中之乐 享受那个罪 它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 越来越痛苦 到一个无法自拔的地步 还有人不愿意去砍断一些 不合神心意的一些的关系 错误的关系 错误的性关系 外遇 婚外性行为 婚前性行为 很多人都一堆 很多人甚至搞到 不但是身败名裂 甚至家庭破碎 没有办法活出上帝 给我们真正尊贵 上帝儿女的那个形象 不但是这样 你要罪严重到一个地步 以佛所书说 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你知道魔鬼遍地游行 在寻找可吞刺的人 谁是可吞刺的人 就是开门让他进去的人 谁是开门让他进去的人 就是一直让罪 在他生命当中的人 你罪一直在那里 你不去处理 就是开门易道 仇敌就会利用这个机会 侵入到你的生命里头 掌控你 让你活在黑暗全世 身心灵受到严重的捆绑 最严重 最可怕的后果就是 我们可能会失去 上帝的同在跟救恩 所以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医治释放 一定要处理罪的问题 一定要处理罪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教会 帮助受洗转会的人 我们一定会帮助他 做七个释放祷告 帮助他处理 面对他生命当中 很多的问题 就是罪的问题 我们会帮助一些 弟兄姊妹在婚前 特别针对一些 常见的一些婚姻关系 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罪的部分 我们会去服侍他们 有些人就觉得 好麻烦喔 受洗他这么麻烦 你不麻烦 将来就更麻烦 所以你要知道 你必须要去面对他 他不会因为你不处理 他就不在了 所以罪的问题 必须要解决 我们这个人 跟神 跟人 跟大自然 所有的关系才会和谐 才会恢复健康 而只有耶稣 有色罪的权柄 也只有耶稣 有医治的能力跟权柄 所以不管罪行或罪信 耶稣都可以解决 所以既然耶稣 都可以解决的时候 所有都是耶稣解决 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下面要跟大家分享的 第二个部分就是 我们要做的 也唯一能做的 要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 很简单 就是认罪 就是认罪 什么是认罪 认罪就是来到耶稣的面前 承认自己的罪 所有的认罪 跟悔改都分不开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认罪 不是嘴巴讲讲说我错了 真正的认罪 是指悔改的意思 就是说 心思意念的改变 你不只承认错 而且你想改 改掉你过去错误的习惯 想法跟行为 你要不单单是认罪悔改 还要弃绝它 因为你知道罪 是一个黑暗权势 你不去跟它划进界线 你还是一直给它开门的话 它就不断地会想尽办法来影响你 所以我们必须要弃绝 必须要砍断 这当中所有不合身心意的 这些罪的关系跟连结 不要继续再被一些罪 所挟持所困 这就是耶稣 为什么他医好了那个 病了三十八年 他最后跟他讲这句话 你已经好了 弟兄姊妹 你已经好了 好了之后就怎么样 不要继续再让罪找上你 就是你不要再犯了 你一定要去处理它 约翰一书一章八到九节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我们经常主 每个主要崇拜都会念的 就是我们若认 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使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你知道每次 当主理在宣告 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时候 那个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吗 那个意义就是 当你这样做 当你认罪回改的时候 那是一个好消息 认罪不是要来找你麻烦 认罪是要除去你的麻烦 认罪是要让你来到面前 不是要来定自己的罪 认罪是来到我们上帝的面前 进到赦罪的恩典和平安 所以认罪回改是好消息 认罪回改是一个 和神心意的祷告 你喜欢认罪吗 我碰到有些人说 我哪有罪 所以他就不想认 不然就是说 为什么要一天到晚认罪 我们不是罪已经得赦免了吗 我们罪当然得赦免 问题是 你里面那个罪性 还有整个世界 整个环境 还是会引诱你犯罪 所以面对罪 最好处理的上车 就是赶快认罪 赶快认罪 不要等到被罪找上 你受愁苦的时候 不要等到上帝真的出手管教 你的时候你才悔改 所以我们说 一个会懂得 向神认罪悔改的人 他一定是一个谦卑的人 他懂得不坚持自己 他懂得把自己的罪交给主 承认自己需要主 罪得赦免的经验越多 你认罪悔改的速度 就会越快 只是我们这个罪人 天心就不喜欢认罪 同意吗 如果你真的同意 就表示 你听得懂今天的信息 认罪没有那么简单的 有时候你觉得 这些罪 小罪可以认 大罪或许要认 深层的罪 你可能连在哪里 你都不知道 加上我们认罪的经验不好 每次认罪就是被骂 认错就是倒霉 所以没有人敢出来承认 就是这样子 仇敌会欺骗我们 说你认罪干嘛 他也让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盲点 看不见自己的罪 特别我们刚刚讲的 骄傲自己的罪是最难察觉的 最难察觉 很难对付 更不要讲说 你是一直在犯罪的那个罪 你之所以会一直犯罪 就是你喜欢 你喜欢享受罪中之乐 所以你才会一直犯 所以你也不想离开那个罪 所以处理罪 按人来讲是很难处理的 你看不见 就算你看见了 你也不想去处理 所以到底怎么办 到底怎么样认罪 怎样弃绝罪 真言四章20到23节 给我们有很宝贵的一个武器 他这边讲到说 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词 侧耳听我的话语 都不可离开你的眼目 纯寂在你的心中 因为得着他的 就得到生命 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的 你要知道一个人 会之所以犯罪 都跟他的心思念有关 所以我们说 属灵征战的战场 是在我们的哪里 思想里面 思想 你的思想是在谎言里头 还是在真理里头 你的思想是在喜乐里头 还是在惧怕里头 都会影响你的所有的行为 影响你所有的决定 所以今天只有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是生命 上帝的话是光 上帝的话不只能医治 上帝的心会保守你的心 你知道你的心需要被保守 只有靠上帝的话 你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才干经验能力 让你的心被保守 你没有办法想出一个方法 让自己不犯罪 没有 只有上帝的话 只有上帝的话 能够改正光照 拔出我们里面那些不合神性的那些错误的谎言 跟信念系统 也只有上帝的话 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扭转我们原本自以为的 而且很喜欢的那些的心思意念 在这个部分 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体验 如果比较认识我的人 知道我这个人有点完美主义的倾向 完美主义 完美很好 但是完美主义的倾向就是 让我做事很认真 我也很努力 我也很负责 完美主义让我觉得我自己 因为很努力 所以我也觉得我自己还蛮聪明的 也觉得自己都想的都是对的 都是很好的 所以就有个小小的结论 就是我觉得我是不会错的 而别人呢 也有时候也会觉得 姑娘你真的 很聪明 别人一这样鼓励 你要小心 这个会让我沾沾自喜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出来 就是说我发现 我很难接受别人 跟我的想法不一样 我很难接受别人说我怎么样 当有人试图的想要说我 讲我的时候 我里面就有一个防卫机制 立刻启动 不是防御公式 而是攻击模式 有人就说 姑娘因为你是干律师的时候 我后来发现 我发现不是 律师只是增加 我的外脚的技巧而已 我的内心 我的想法 我的信念 让我觉得我这个人不会错 所以当别人讲我的时候 我就经不起 更麻烦的是 我表面都 我都不会表现出来 还装着自己没事一样 这样的问题 其实困扰了好多年 让我吃足苦头 跟着我 受苦最深的 就是我 每天跟我生活在一起的太太 有一天我就读到 真言十二章第一节 如果你跟我类似的情况 请你注意这段经文 真言十二章第一节 喜爱管教的 就是喜爱知识 这句话没有问题 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 上帝管教的是 因为上帝爱你 这个我们理性就知道 可是下面那句话 我从来没有想到 跟我有关系 就是恨无责备的 却是畜类 所以你那光照我说 坤梁原来你不喜欢 管教和责备 是罪你知道吗 我说哦 对 好像是 但是经文明明白白讲说 智慧人喜爱管教 恨无责备的 却是粗类 我去发现他说 我不喜欢被责备 原来是 我不想要成为粗类 没有人想要成为粗类 不是吗 可是为什么 我都在做跟粗类有关的事 我就发现我的信念 没有上帝的信念 当我的心 没有按照神的心意 我活的时候 我就会苦 虽然我可以做很好 做对 这个都很需要 但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 是不喜欢别人骂你的 不喜欢人家讲你的 我就发现 我自己里面的质疑跟教 到这种程度 我不想当粗类 怎么办 就是立刻悔改 圣灵跟我 姑娘那你就认罪吧 我说好 我承认 我就在神面前祷告 承认我过去 多么讨厌人家说我不好 多么讨厌别人讲我 我跟神承认 每当人家这样 我就会攻击 我会防卫 甚至讲了自己 不知道讲什么的话 我所有的罪在神面前 都一个一个去认罪 并且去砍断 而且去弃绝 我发现这个弃绝 这个决定好重要 我要跟他做一个了断 我不要再受这个苦 从那天开始 真的很好 我还是很 很聪明 我还是很认真 但是我发现 当别人想要试图讲我的时候 我发现我里面 以前那个机制 没有那么严重 没有那么厉害 我发现 我慢慢可以 经得起别人讲我不好 我慢慢可以接受 别人跟我的想法不一样 而且我可以去尊重 欣赏别人的想法 这么多年来 我知道 若不是认罪这样子的一个恩典 我没有办法去经历一个 真正一个健康的人生 也没有办法真的享受一个幸福的家庭 在当中 当我们认罪回改的时候 受惠最大的 第一个就是我自己之外 还有就是我太太 所以现在我现在每天 从多年前 每个晚上我跟美族一起祷告 我们除了感谢一天之外 我们都会做一个祷告 我就牵着她的手说 主啊 求你赦免 今天一天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罪 当我这样子祷告的时候 我的太太都会说 阿们 你知道赦罪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话 如果没有上帝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开启 我们里面真正还 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甚至你会喜欢那种罪 跟你的关系 所以上帝的话光照我们说 我们就去处理 不但是这样 我们还需要爱的团队 基督的教会是 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教会 是上帝给我们很宝贵的礼物 我们在这里不只是彼此相爱 雅各说我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所以在爱的团队里头 我们是可以彼此帮助 而且可以彼此认罪 甚至也是因为爱的团队 让我们有安全感 让我们可以去面对自己的罪 甚至发现自己的罪 我就记得多年前 整理堂我们举办一个 新尊医治的特会 那时候大会同工就把 所有需要的人分科 你是哪里疼痛的就住在一起 眼睛有问题的就住在一起 类似是这样子 那因为我自己是传道人 就想说那我应该去哪一科呢 就去人最多的那一科去了 就是疼痛科 最近现在人压力很大 不是这痛就那痛 所以那里很多 那我就去了 刚去的时候我就问一个姊妹 因为大会有先跟我们讲说 要认罪 那我就先问一个姊妹 其中一个姊妹说 请问你哪里痛啊 她说她膝盖痛 她不讲还好 她一讲膝盖痛 我突然发现说 我也膝盖痛 而且痛了很久了 可是为什么我没有想到 要来求医治 那个爱的团队 整个氛围就让我知道说 姑娘你要去面对 你不要只是服侍别人 你自己也要被服侍 所以我就在神面前寻查 果然多年前有一个弟兄 我在服侍他的过程当中 他讲了一些话 伤害了我 我以为我已经处理了 可是其实并没有过去 所以那天我就在神面前 好好去处理 认罪 祷告 并且饶恕那个弟兄 对我所说的话 你知道当我一决定说 我要饶恕他的时候 我的膝盖同时间就怎么样 就不痛了 就不痛了 弟兄姊妹 病得医治 是上帝的主权跟怜悯 可是最关键是说 上帝的关键 我们不要被罪所捆绑 耶稣已经赦免你的罪了 但是你愿意接受 这个赦罪的恩典跟礼物吗 就是你必须要接受的话 就是来认罪 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多弟兄姊妹 在面对罪的时候 充满了惧怕 他怕不被接纳 他怕他讲罪的时候 人家都会异样的眼光看他 所以你知道认罪本身 是一个很强的属灵征战的时刻 同样认罪也是我们 面对打赢属灵征战 最棒的一个武器 认罪就是让耶稣的宝血 耶稣的同战 遮盖你这个人 让耶稣的爱充满这个人 认罪不是得到医治释放的一个方法 不是一个工具而已 认罪本身就是要带领我们 去遇见这位医治释放我们的主耶稣 重点是你要遇见主 当你遇见主的时候 你里面会找到很大的自由 因为神就是爱 祂有无条件的爱接纳 祂的饶恕等着要给我们 在祂的爱接纳环境里头 不只是罪得赦免病得医治 伤也会得到医治 你要鬼得有时候都会赶出去 因为健康的 上帝要给我们的礼物是健康 是喜乐是平安 而不是一天到晚跟罪打仗 打仗的目的是要你健康 是要你遇见这位健康的主 你每天跟这个健康喜乐在一起 你自然就会健康跟喜乐 最后分享一个姊妹的见证 她信主多年 很爱主 但是因为她四婚连年 所以她很渴慕被爱 渴慕被爱 可是因为太渴慕被爱 所以后来她就交往一个 不适合的一个弟兄 在整个交往的过程中 她非常的痛苦 非常痛苦 受到很多的伤害 很多的委屈 再加上她的个性 她比较容易紧张 然后呢 工作压力又忙 时间作息又不稳定 所以就产生很多的负面思想跟情绪 感情受挫 充满了苦毒 工作也不顺遂 后来她居然发现 她去医院检查 她居然发现她自己离了癌症 罹患了癌症 让她更加得痛苦 不单是这样子 她过去所拜的那个一贯道的灵媒 还跑回来找她 恐吓她说 有很多的债主 冤魂 都要来找你讨债 身心灵充满了惧怕 当她走投无路的时候 她就想到她可以做什么 她就呼求主 凡呼求主 明得就必得救 她不过讲了几个字 她说 主啊 救我 当她讲了主啊 救我的时候 当她祷告这样子的时候 你知道上帝就很信实地向她显现 她心目中就付出一副又一副 她如何得罪神 得罪人的部分 她就一个一个来到上帝面前 谦卑地承认她自己所犯的所有的罪 当她把她所有的罪都认出去的时候 其实就是她的罪在都被一笔勾销的时候 你知道她 我们说无债一身轻 是不是 她真的罪在都被免了 当金都被免的时候 她里面就好轻松 好轻松 但是呢 问题还在 她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她要面对她的疾病 她面对疾病 她还是会害怕 害怕什么 害怕化疗的过程 害怕生病的 很多人是不怕死 可是不知道怎么死的时候会比较害怕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充满了惧怕 可是上帝就心结爱的团队 透过也从今经历过癌症的一些的牧者 弟兄姊妹的关心 陪伴跟祷告 陪伴她这段过程 让她里面有能力 让她里面有勇气 去接受整个治疗的过程 也平安地度过那个过程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她过去感情受伤受挫 里面充满了苦毒 跟不饶恕那个过程 还没有完全过去 有一天她读到圣经讲到说 耶稣说你们饶恕要几次 跟彼得说 七十个七次 七十个七次不是四百九十次 到第四百九十一次就不能饶恕 不是 她发现她饶恕是要持续做的选择 饶恕是一个过程 饶恕不是说她那时候 她得到释放了 好像她整个人就没有事了 不是耶 她还需要不断地 不断地愿意地选择 因为看到那个人的时候 她心里就不舒服嘛 想起来就会不舒服 所以她就这样不断地 每一次每次每次选择饶恕 直到有一天神光照她 她突然明白一件事情 原来整个过程当中 她自己也有错 她也必须要对自己 那段感情过程当中负责任 她就不再把所有的过错 都堆给她的那个男朋友身上 她发现她自己对那个男生 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期待 而那个期待只有上帝能够做到 所以她就失望受伤 所以她就决定 她就悔改 她知道她不能把她的感情 回应当作她的上帝 当她决定把自己手 这个交给神的时候 当她一交出去的时候 把这所有的恨跟苦毒 交给耶稣的时候 她现在同一时间 上帝的平安就进来 她整个人得到释放 她说苦毒的那种感觉 立刻就消失 弟兄姊妹 上帝要给我们的医治 是全人的医治 不是只有身体得医治 才叫医治释放 也不是说 你现在得了医治释放 你未来就不需要得到医治释放 医治释放整个是上帝的恩典 上帝今天要让我们 可以经历到祂的恩典 你要知道祂比我们自己 更关心我们的需要 上帝永远等着要把恩典给我们 上帝叫那无罪的代替我们成为罪 今天诗歌选得很好 就是祂要把众人的罪 都归在耶稣的身上 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祂所担当那个痛苦 所受的那个刑罚 是跟你我有关的 跟你我现在的每一个生活 每一个心情 每一个身体 每一个关系都有关联 耶稣要跟我们的所有的苦跟罪 做一个奇妙的交换 祂要挪去你身上所有的罪痛苦 跟疾病 祂要把祂的健康平安给你们 给我们 所以耶稣 祂受刑罚我们的平安 祂受变伤我们的医治 你要知道认罪悔改 完全是上帝百身之百的恩典 那是恩典 是恩上加恩的上帝 要给你的后恩 也只有上帝的恩慈 这个后恩的恩慈 才能引领我们完全的回转 归向祂 所以当我们自己懂得认罪悔改 会带给我们自己医治释放 如果我们整个家庭的关系 彼此成员 懂得彼此认罪悔改的时候 我们会带来家庭的医治跟释放 甚至整个国家社会 如果真懂得回转归向神的时候 整个台湾 整个国家的城市 也会得到从上帝而来 真正的医治跟释放 马丁路德他说 当你呼召一个人 罪一个人悔改的时候 就是呼召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求主帮助我们 有罪可认识有福的 让我们今天认识病跟罪的关系 也知道说 所有的病跟罪 只有耶稣可以处理 而且耶稣早就预备了救恩要给我们 我们要做的就是回转 弃绝这些罪 也只有上帝的话跟上帝的爱 遇见耶稣自己 我们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回转归向他们 教会在 马上就要进入到进食祷告月 教会这么多年 有一个很好的帮助我们 面对认罪悔改的 很棒的一个祷告 就是叫七个释放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位弟兄姊妹 未来的年日可以每一天都透过七个释放祷告 我们是领受上帝赦罪的恩典 我们可以拒绝罪恶 选择真理 选择上帝的同在 恢复跟神 跟人 跟自己 跟整个世界 跟整个社会和谐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在这地上真正活出 上帝要给我们的意志跟释放 我们低头来祷告 主 我们感谢祢 谢谢祢今天 让我们再次听到认罪的好消息 我在这里特别把一些 长期以来被罪所捆绑 瑕疵的弟兄姊妹祷告 求祢帮助他们 让他们知道 祢在祢有完全设罪的恩典 求主给我们恩典 就是让我们每天 能够来领受祢的话语跟祢的爱 给我们爱的团队 让我们在爱里面 我们就不害怕面对我们的罪 让我们永远继续承认 并且懂得弃绝 好 叫我们自己 从这当中得到医治释放 也把这个好消息 带给周围很多 需要医治释放的人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